怎么回事?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为什么没有方块了? 大家好,我是小包 今天我一觉醒来 发现我的世界突然变样了 周围的山和地面都变得齐续不平 除了自己还是方块人 草地啊,还有石头 全都变得好圆润好圆润 感觉自己变得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 哎,这个时候有的小伙伴就会说了 啊,小包,那你现在要干什么呢? 直接开始玩呗,还能干什么? 我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树还是正常的 还是方方正正的 要致富先露树 为了可以继续探索,我得先准备一点木头 虽说这个木头是方形的 但是这个树叶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树叶和树叶之间有一点绿绿的连接的地方 可以让它变得稍微圆润一点 身上的这点木头不够 我们再去弄一点木头吧 好的,现在木头够用了 然后我们去做个工作台 然后做个稿子,可以挖一点石头 工作台做好了 但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 这个地面也太圆润了 感觉没有可以刚好放一个工作台的地方 算了,就放在这里吧 咦,这个工作台放下去还是挺正常的 刚好是在我们刚刚选择的这几个线条的正中心 没有感觉很突兀 中间连接的地方也很顺畅 好,现在做一个木稿子 先做几个木棍 然后再做个稿子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挖石头了 不过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这附近好多石头啊 这个地面好像石头拆开的折纸一样 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挖的是哪块石头 而且挖出来的方块还会卡到地面的底下 中间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实体 里面是空性的 这个地方挖出了一个坑诶 但是被挖了之后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掉 这一块好像是为了圆润一点才存在的 它并没有东西在这里 诶,有一个方块敲出来被卡下去了 我从坡上面走下来还没有降落伤害 我看看从这种坡都大的地方能不能直接走上去 哦,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在过程中好像一次跳跃都没有跳过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算法是怎么样的 好像就是添加了一些不存在的方块作为过渡 然后把原来存在的方块拆分开来了 好,我们现在再挖一点方块准备做工具吧 这边还有煤炭诶 但是好像不是每次挖出来的都是煤炭 如果没有挖出金眼 那说明我这次挖的就是空的 这边还有很多水诶 水中还掉了一只牛牛 这个世界的水云好好看啊 就这么一小个坑 好像一个天然的游泳池一样 我感觉这只牛牛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攀爬这种地形啊 诶,这个地方 我靠近这个方块旁边 用第三人称视角的话 可以看到地底下的东西 有点显示bug 哦,不对 是特性 是特性 这个世界还是稍微有点特性的 好的,游泳够了 我们现在回去吧 稍微准备了一下材料 但是天好像一下子又黑了 周围好像也没有羊 这不是第一个夜晚就要我打怪吗 先做一把剑出来好了 这里好像是一个雪山诶 徒步就跑上来了 完全没有雪山的感觉 不过话说这个夜晚也太黑了 底下什么都看不见 诶,这边有一只僵尸 带着铲子上来了 诶,为什么打不到它 我明明刀都碰到它了 哦,这个世界的判定范围好奇怪啊 诶,这样就正常了 刚好像是因为卡在了方块的旁边 这个底下还有一只 把这只也给收了吧 这个卡在角落里好像真的很难打 我直接下去把它收了吧 话说这些僵尸好像不知道怎么爬墙 这些地形应该挤一挤都能挤上来的 看 感觉晚上太暗了 视频会不清楚 我还是调成白天好了 我现在下矿洞看看吧 看看这个世界的矿洞是怎么样的 这个左边有一个小矿洞 但这个小矿洞好像没有连接的地方 再往前面看看吧 这边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哦,这边有一个朝下的矿洞 从这里应该可以直接走到很下面 我先稍微吃一点肉 然后直接下去吧 走你 哎呀,哦,这样子掉下来还会有摔肉伤害的 这边有一点煤炭,把这边煤炭挖了吧 原来我的世界里真的有圆形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圆润的矿洞呢 不知道这个矿洞要连接到哪里去 不过这个矿洞的底下也太亮了吧 感觉太阳光都可以直接照到里面来 这就是圆润的世界的好处嘛 这个矿洞我都记不住哪边是我走过的地方了 这个底下好像是一个更大的矿洞 我们下去看看吧 正好可以跳到这个水上 这样就没有降落伤害了 哦,有小白 嘿,这个小白都被我打得卡到墙里去了 我看一下,现在是第61层 还要继续往下挖才能挖到钻石 嗯,找到铁矿了 先挖点铁矿吧 用钢琼액,小白就来过 Hundreds 融合啊 源约会在糖丁